10月1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湾海峡 台岛北部 台岛南部 台岛以东 开展联合力界2024B演习 这次演习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和态度 会产生哪些作用和影响 国防大学军事专家张驰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 做出解读 这次演习针对的是赖清德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台独分裂分子想要在中国的领土上搞分裂活动 只能是死路一条 必将成为解放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对象 这次演习表明 解放军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它不仅展示了我们空前强大的实力 彰显了坚定不移的意志 而且进一步塑造了对台进取为压的态势 同时也反映了解放军改革强军练兵备战所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效 这次演习将对台独分裂势力产生更加强烈的震慑 我们就是要通过演习明确告诫赖清德当局 台独分裂只能是死路一条 分裂势力挑衅一次 解放军就进逼一步 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的越紧 我们封锁台湾的链条就会拉得越紧 当时介绍 联合力界2024B演习主要有三大特点 第一 紧贴实战 能力过硬 这次演习 我们的兵力在夜间就发起了 在行进间迅速展开 凌晨5点就开始了军事射压行动 并且随时可以由训练转到实战 展现了顽强的战斗作风 扎实的备战水平 以及过硬的实战能力 第二 立体射压多路合围 这次演习 我们的海上力量主要是驱逐舰和护卫舰 从四个方向同时禁逼台湾本岛 空中力量主要是尖尼机和轰炸机 跨过海峡进行奔袭 迫近台岛 这就形成了一种立体射压多路合围的态势 它重点演练的就是快速夺取台海战场的综合制权 第三 海警执法强力管控 这次演习 我们的海警舰艇 进行了环台岛的巡航管控 这些动作展现了我们军和警之间密切的协同配合 也彰显了我们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依法对台岛进行管控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张池表示 联合力舰2024B演习 充分展示了解放军对台岛全方向多领域的联合作战能力 当时指出 与近两年解放军在台海方向的演习相比 此次演习射压的范围更大 禁逼的距离也更近 与近两年我们在台海方向的演习相比 可以说射压的范围越来越大 禁逼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特别是我们的海警舰艇 进行了环岛的巡航管控 不断取得了新的突破 可见 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相勾连 以切香肠的方式对我们挑衅 我们形成了反切香肠的积极斗争态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